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9日 星期三 今天又要跟大家說一下這個疫情問題 因為現在全香港市民 都是關心疫情 但是外國其實不是的 不過香港沒有辦法 由於 香港政府那種極端的防疫措施 明明香港之前沒有疫情的 為什麼現在會爆得那麼厲害呢 我們又看到反政府第一旗濫報 東方日報 他又出來反政府了 今天是A1頭條 一尾谷針 百尚加根 苛政連連 瘟疫蔓延 民怨衝天 頭四句都押韻的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東方日報的頭條新聞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和星期二日報 口比頻道 月費贊助 對於月費贊助 我知道 現在香港的情況真的很惡劣 我們很多朋友都跟我們說 我們已經 新進業了 我們也說了很多次 大家都是共渡時間 我們不可以 大家都不可以 我們明白 有能力的 月費贊助 沒能力的 幫我們看多些廣告 幫我們看多些影片 我們其實一直以來都希望用這個免費模式 只要我們頂得住 一個月不用怎麼貼錢 最好就是收支平衡啦 貼一點點 所以我們也是要跟香港的市民共渡時間 如果大家真的失業 真的不要付錢給我們 這個我們也明白 經濟也搞不定 說真的 我仍然無謂 要大家 再花一筆錢 繼續跟我們分享 反政府第一大埔東方的頭條 無能港府防疫不力 本地確診個案 中數多番破頂 數百條隱形疫鏈 斬之不斷 但港府仍然一美攻擊 再日宣佈新增六個表列處所 當中宗教場所及發營屋 更須於明日起關閉兩星期 直至本月24日全數表列處所 實施疫苗通行證之後 才可以重開 街時心意須市場市民都必須打針 否則不可以入商場行街 吃飯 拜神 以及展法 日後打針劑數要求也會逐步增加 如果 繼續下去 香港是不是要打第五針 第六針 第七針呢 其實我們一早預言 香港政府 到時 是會極端到逼你打越針 好了 現在 D類食肆 明天起張實施 率先實施疫苗通行證 也收緊所有食肆每台上限人數 學者轟政府只顧谷針 強加苛政於民 不理百姓死活 議員也對政府谷針 卻收緊食肆營運限制 感到不滿 其實香港食肆 真的很多很多 現在幾乎那些藍絲全釘 包括不斷叫人家去打針那些藍絲食店 大家一定要抵制 政府表示行政會議修訂第599F章 預防控制疾病指定及指示 業務及處所規例 將宗教處所超級市場 街市 市集 發營屋 商場 百貨公司等六類處所納入表列處所 明天 零時起床後 並要求宗教處所及發營屋關閉至本月23日 難怪得 昨天那麼多人 就去發營屋排隊了 另外新增599L將 以公港府實施疫苗通行證 食衛局局長決定 哪一類場所只准注射武漢肺炎 我們不會說新官的 因為他是屬於武漢 永遠都是由中國人 生產出來 由中共 搞出來 我們一定要說武漢肺炎 我們絕對不認同甚麼是新官 沒有新官舊官的 只有武漢肺炎 當局站未打算在公共交通工具實施疫苗通行證 食肆方面 D類食肆周日在收緊佔會 最多4人一台 並率先實施疫苗通行證 而BC類食肆最多2人一台 24日起 所有食肆都要以D類形式運作 所有員工必須完成疫苗接種 別不開工 疫苗通行證會分三階段推行 首階段在本月24日起 十二歲以上人士必須接種最少一劑疫苗 第二階段就於今年4月起 18歲以上人士必須要打兩劑疫苗 12至17歲 人士則需要打一劑疫苗 第三階段全部是要全面接種 在今年6月底實行 所有人已經打了兩針 達到九個月的18歲或以上人士 必須要打第三劑 而12至17歲已經打了 打針滿6個月的人士 就一定要打第二針 疫苗通行證之下 只有未滿12歲的小孩 以及獲醫生證明 健康原因不適合打針的人士才可以豁免 不是啊 醫生指 說明不可以打針的護士 你們都逼他打 現在那個護士 多慘啊 入了三天ICU 在死神邊緣裏拉回來 另外政府會以行政手段 於受政府資助的學校 大學所有接受政府資助的處所 以及公營機構辦公室推行疫苗通行證 至於疫苗通行證 的執行方式 分為主動和被動 當局表示 如果顧客 進入食肆 需要主動使用安心出行 並出事打針紀錄 公店員查 如果市民進入流動性較大的廁所 例如商場 超市 百貨公司等 只需使用安心出行 執法人員抽查時 也才需要打針紀錄 當局表示 如果市民一定要通過商場 才可以到目的地 例如回家 上班 或者獨自定地點進行維修 以及到食肆買外賣 或者接受必要的政府服務 也可以豁免打針 飲食界議員張宇仁說 他由上個月至今一直要求政府提早推行疫苗通行證 但是政府不但禁止食肆徹晚市 更加減少食肆每台人數上限 強調不能認同和失望 他又稱B類食肆的員工無需打針 其食肆每台人數上限 也與思慮的相同是兩人 認為措施大勢超 政黨醫療政策發言人 袁凱文就質疑了 疫苗通行證對切斷傳播鏈沒有作用 唯一的功效是提高疫苗接種率 推出疫苗通行證是懲罰不打針的市民 強迫他們承受不合比例的代價 另外一個講師 陳偉強 他說 追完索恥是政府防疫不力 外防輸入有漏洞 令變種病毒大規模在香港爆發 政府現時的措施只是谷測 沒有決心處理市民在疫情爆發之下 面對的種種問題 強調政府應該對症下藥 增加檢測功能 檢測能力 解決市民需要大排長龍等檢測 檢測 感染的風險 我想跟大家說一個問題 雖然東方沒有了 他只是標題很厲害 裡面內容一點點都沒有 我跟 網友在討論一個話題 為甚麼外國會爆得那麼緊要 而香港會之前一直都沒有事呢 其實就是沒有檢測 外國 做很多即時的檢測 是 扔到到處都是 那些盒 自己打開了之後 自己撩完之後就寄回給他 那麼他 知道你是陽性就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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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因為大量的快速測試劑 是在外國 給市民的 所以 很多人就會容易 測出來 而香港是因為沒有這件事 一直以來都是 哪裏有就哪裏集體檢測 根本很多隱形傳播就是一直都存在 只是沒有大規模檢測 你試試香港大規模檢測 一樣是大規模爆發 本身的病毒就是防不升防 是沒有防的 你會不會因為那個人有感冒 不讓他到處去呢 這個是不可能的 因為根本 現在這個Omicron 大家都知道 是沒有了道的 你知道英國是怎樣的嗎 英國對於這些 武漢肺炎的確診者 本來 是要自我隔離7天 在哪裏 在家裏 不是去醫院 除非你說匯廉就死了 否則也不會去醫院 其實你說匯廉就死了 他也不會有車來車來的 你也是自己 坐車去 根本 大部分的人 是99%以上的人 中了都是在家裏自己休息 自己睡覺 醫生最多類似給你必理痛的東西來吃 止下痛 退燒 基本上 這東西是沒有藥醫的 基本上就不用藥醫的 就像雙風感冒 雙風感冒也沒有藥醫的 在家裏睡覺而已 政府 在英國 美國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因為100萬人確診 大量派 大量用這些快速測試劑 多做測試 中的人就有機會 顯示出來 香港也沒有做這件事 每次一宗兩宗 香港也沒有疫症 可能 本身也有20萬人 所以 這個問題 也是在那個測試的問題 根本 不是 不是說你防疫得好 根本就是那個檢測的問題 大陸也一樣 你沒有檢測就沒事了 你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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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美國不檢測 一樣是沒有人確診的 確診數字一樣是零的 有甚麼意思呢 你要清零 不確診 你不去做檢測就要清零了 是不是 我們再想一想 就是現在 根本全世界都已經是要跟這個病毒共存 是沒有辦法防止 這樣的香港 值不值得 要做那麼多事 說真的 我們也知道他是一個攬炒 雖然一直都覺得為攬炒 但是 我們還有很多朋友 很多 兄弟姊妹在香港 他們接下來 真的會面對一個很苦的日子 我們也覺得今年 香港也不會有好轉 只會越來越差 接下來 政府已經開始 會大規模的 派發那些快速測試制 我可以 大膽預測 接下來香港的數字 不會有幾何級數 300乘300 就是9萬 接下來 就是 1、2千 三、四千 七、八千 萬多 兩萬 爆出來 因為 越多檢測就越多 狂診個案 或者越多陽性 一定是這樣的 這一節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跟大家說最新的消息 就是1,161宗 初步確診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